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孩子真的不容易 能够从一个对佛法完全无知 能够讲出这么多的佛法佛理也不容易 所以还是鼓励他们为重 那么在这里根据他的表现 师父就稍微讲两点给你们听听 你们记住了 第一 当一个人的意念出来几秒钟的时候 听得懂吗 可以收回来的 怎么收呢 教你们一个方法 当你脑子里出现一个不好的东西 这个人怎么怎么 好了 几秒钟当中 马上改变 哎呦不可以 全部把它关心不上 哎呦我收回收回收回 用意念啊 把它收回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一收回来就回来了 这个信息就出不去 就像电话一样 刚刚要接通 还没接通的时候 你啪把它关掉 照样对方接不到 听得懂了吗 这在你的八十天中 不会形成一个污点 感恩师父 所以在五秒钟之内 一般的 你一个意念不好了 哎呦这个女人真的很好看 我要动点什么脑筋 啪收回来 不可以 我怎么可以这样啊 收回来收回来 菩萨对不起 好了 结束 连礼佛都不要念 哦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吗 哎 它有个时间差的 过去 我们过去叫原子时代 对不对呀 现在是光子时代 光很快呀 所以你的意念 啪出去 马上把这个光一样 收回来 明白了吧 一二 已经出去超过五秒钟 怎么办呢 赶快收回来之后 念 祈佛灭绝真言 二十一遍 小的就结束了 感恩师父 是非 第三 如果你的意念 超过十秒钟了 而且一直还没有收回来 觉得自己 当时还是对的 那么在你的八十天中 可能就是一个污点了 这个时候 对不起 你就得磕头念 礼佛大忏悔文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